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过年 这个假期好几天不见了 问一个肉麻一点的话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念我 我是肯定很想念大家的 我现在人在美国 我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 为你来主持今天的节目 是这样子 因为大年初一 我是以姓名两岸研究协会 理事长的身份 受邀到华盛顿 跟几个智库来进行交流 今天就是要向大家来报告一些 我的交流心得 接着我还要到美国的西岸 到史丹佛大学 那么因为存放奖金 存放在史丹佛大学 胡佛研究中心 这个两讲日记 那么当中的蒋经果的日记 那明天就要正式对外开放了 所以我就在美国东西两岸 南北东西奔波 那明天还要再带给您第一首 最新的蒋经果日记的 一个阅读的心得 好 当然节目一开始 不能免俗 还是要向您拜个晚年 祝大家鼠年 行大运 无灾无难 无肺炎 当然还有我也要特别谢谢 电台的安排 请黄介正教授 还有严正生教授 这几天 很辛苦的来为我代班主持节目 好 现在就开始向您报告 我这几天在华府 跟几个智库学者的交流心得 那我先后拜会了布鲁金斯学会 还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那我分别跟 布鲁金斯 布鲁金斯学会的东比亚研究中心主任 普瑞哲 Richard Bush 还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副总裁 埃文费根报姆 Evan Feigenberg 以及布鲁金斯研究院的 John Thornton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 李成 那么跟他们都进行了深度的一个访谈 普瑞哲大家比较熟悉 我想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他当过美国在台协为AIT的理事主席 那应该说也是公认 最权威客观的美中台问题专家 过去我曾经不止一次 在我们的频道上 那么来跟他进行过访谈 那卡内基的副总裁 Ivan Feigenberg 我是第一次跟他见面 那么刚讲到说 他是接替前AIT的台北处长包道格 那么接下了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副总裁 那他也一样 他是史丹佛大学的中国政治学博士 年纪很轻 大概50岁左右 他已经当过美国国务院的南亚的副国务卿 这在07到09 还当过中亚的副国务卿 那以及他也当过当时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 这个也是前这个世界银行的行长 佐利克 Robert Zollick 他的一个中国顾问 那么另外一位我访谈的是 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成 李成是从大陆出来的学者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在美国智库界是一位极富声望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那他现在呢 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 以及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的会员 好 除了他们几位之外 另外我也跟在美国商务部工作的这个朋友见面 应该说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些内情 有了更多的了解 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知道在环绕在过年之前 中美贸易谈判 他就是一个看得到的一个 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变数 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算是可控的 我讲的可控就是说 他还是摆在台面上的 那可是刚刚发生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是一个黑天鹅 是一个谁都不能够料想得到的 的一件事情 而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对全世界的经济 甚至对于来自于习近平政权的稳定性 甚至对两岸关系 这都带来很复杂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在上个礼拜四 正式宣告把武汉肺炎 当成叫做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叫做简称叫PHEIC 这是缩写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过去这个WHO 总之有发布过五次的国际关注的公卫紧急事件 这个包括2009年的H1N1的新型流感 2014到2016年在西非的伊波拉病情 还有2016年的芝卡病毒 跟2018年在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疫情 那么这一次是WHO史上第六度来宣告PHEIC 那这就代表说 那么WHO代表武汉肺炎 那么它的疫情已经它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 必须要立即采取国际联合行动 换言之 这个疫情本身已经成为跨国的风险 那就需要国际社会一致来应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应对 一方面大家感觉到说全球是一家 但另一方面呢 它也突出了 现在我们讲了说 这个疫情当下 那么要怎么来面对 这当中特别是 那么整个的传染的来源的中国 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到底这一次的表现合不合格 我想这也是可以讨论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那么我就来谈说 那么我跟这几位美国智库的权威专家 那么跟他们谈到了 包括武汉病毒的问题 包括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谈判协定 也包括台湾的大选 还有两岸的未来 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消息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前一段我们讲到说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 现在引起全球关注 所以我这一次在华府 跟这些智库的学者 那么交谈当中 因为他们过去 也都有很深厚的这个中国经验 所以当然一定会谈到 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 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想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 我们看到这一次大陆的这个处理 那么都会觉得说 很显然就是武汉 至少武汉地方了 那么他们是在 可以说把一开始的疫情 掩盖 想要试图掩盖 所以造成后来的不可收拾 那这里头有很严重的 就是他的中共的这个体制 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对于 在武汉肺炎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中共体制的问题 有很多的一个批评 可是我非常的 令我感到比较诧异的 就是这些美国专家 那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他们的看法不是从这个角度来 他们从什么角度 他们认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认为这一次 至少中共中央在北京的层面 处理的是可圈可点的 或者消极上来讲 至少没有犯什么错了 那主要原因我想 他是因为他跟2003年 当时的SARS的来比较 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么03年的时候 当时是发生在广东 那时候的中国大陆 可以说上到下 整个大概觉得 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呢都没有对外来做一个公布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遮掩的这个疫情 那么是比较明显的 而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个包括美国总统川普 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秘书长 这一位非洲裔的谭德赛 那他都也提到 都认为说 都认为 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中国 中国能够公开透明的发布资讯 甚至于说 用创纪录的非常短的时间 就能够甄别出病原体 以及能够及时主动的来跟世界卫生组织 和其他国家分享 有关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 那他们认为说 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相对于2003年来讲的话 那么他 他们认为是比当年的2003年 中方这次要做得好 当然地方政府特别是武汉 肯定有所隐瞒 但是这几位学者也认为说 这个是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 这种隐瞒的一个情况 那与其你要把它归诸于说 是中共的体制出了问题的话 那么甚至有一位学者 很不认同这样的讲法了 他认为说 如果你要讲体制的话 那么他们能够果断的 让这个1500万的人口的大城市 封城以避免疫情的扩大 甚至要求在10天之内 要建成这种1000床以上的 这个急诊的医院 那么加上讯息也能够 及时的对外透明 他说如果你要讲体制 恐怕你还要讲说 是中国的举国体制 才能够做到这样 才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当然了 这个对于外界 也有人用说 似乎这个国际媒体 那么对于美国跟中国碰到类似流行性的疾病的时候 那这个标准不一 因为他们主要讲的是说 一方面媒体这么集中的报导 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 那可是在这个同时 美国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流行性感冒 有一千多万人感染 而且已经有六千人死亡了 那为什么西方的媒体不重视 这个有一个专家 我跟他问到这个问题 他讲说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 他说因为第一个 这个感冒病毒 感冒流行性感冒 是每年在发生的 每年在发生的 换言之 他并不会有像武汉肺炎这样子的 叫做uncertainty 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是 美国并没有去隐瞒疫情 那么不像武汉 地方政府一开始在遮盖他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美国流感的致死率 它相当的低 大概千分之零点零五左右 就是说大概一万个人当中 有个五个吧 那武汉肺炎 现在租算出来 最少是两百分之二的致死率 甚至于还比这个 还高的都有可能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这个是他们所提出来说 为什么不能拿美国流感的致死的例子 来对照于武汉肺炎 不过这几位美国专家 他们对于中国在这一次的 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的处理上的评价 跟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也不见得谁对谁错 因为我们在台湾身处在被感染的第一线 那我们很多的政策跟措施 我们是要切身感受的 而我在华府的时候 我在访问的时候 基本上华府没有疫情 有一些在台湾的亲友在问我到说 这个是不是大家也都戴着口罩 我看我在搭地铁 在很多南来欧皇 围巾大家盗用的很多 因为冬天 Win Cheer很厉害的 可是戴口罩的非常非常少 这个也许也是一种 这个我们说看问题的角度的区别了 好那另外的 当然要跟大家跟几个专家谈的最直接的 就要讲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问题 那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当中我们都知道 已经最后已经完成了签署 完成了签署 其实这个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 也很这种背后有很深刻的一些 所谓的国际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教授 我想我们的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 也都跟大家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阐述 不过这一次我是第一次有机会 来到华府 而且能够跟有参与到 参与到中美贸易谈判这个过程当中的 一些商业部的 美国商业部的朋友 跟他们整个的深入来聊 那谈到了一些有趣的一些现象 那么这里面他说 他说最主要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他就是两个核心的概念 一个叫做Anti-Dumpling Anti-Dumping就是反倾销 反倾销 第二个是Counter-Valient 就是反补贴 他说这两个部分 就是美国在这一次这个贸易战的一个攻坚的重点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当做反倾销跟反补贴 他说因为过这个清销 不当的清销 跟政府这个不当的补贴 这是造成这个价格歧视 破坏这个全球公平贸易 最重要的原因 那这里头 中国是这一方面的这个最明显 最明目张胆 最这个直接的一个一个国度 在贸易上 那因为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他们透过土地的成本的便利取得 透过电价的这个竞争 透过贷款的优惠 那么这一些方面来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美国啊 美国才需要进行贸易的一个救济 叫remedy remedy 好 但有关整个谈判的一些最后的结果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呢 我从美国商务部这一边 那么也听到了一些这个有趣的 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了 他说华为 华为自称他们是私营企业 这个跟政府无关 跟共产党无关 但是呢 在美国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 那么碰到华为的情况 就没有办法回答说 如果他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话 为什么会从政府那边 从国家那里得到那么多的补助 这个美国谈判的对手 把资料拿出来给他们看 还有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在华为从那么早开始 就他的公司里头 就有党的组织在里头 而且这个党的组织啊 可不像中方讲的说 他只是一个工会的性质 他事实上 他在很多决策上是发挥作用的 那每次讲到这些东西 谈到最后 中方的代表就无言以对 因为美国盯上华为已经20年了 这个资料准备的很齐全 第二个很有趣是说 很多中国公司 他们会聘请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来跟美国商务部来谈判 而美国商务部的这个谈判代表呢 有一部分官员 他们是亚裔的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场面 就是说 一个亚裔脸孔的人 他是代表美国的商务部 来到亚洲来查查到底有没有中方的哪一些行为 这个所谓的违反贸易规定的事情有哪些 那然后呢代表中方的是一些洋人的面孔白人 他们都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是由中方或者企业或者政府雇佣的人 这是第二个很有趣的 好第三个他提到说 这个关于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以前呢 这个商务部呢 过去是不告不理 也就是说是有相关的业者厂商提出来的之后 让他们再来处理 但现在呢 现在变成按照川普的指示 现在变成要主动的查找 主动的查找 这两者当然一方面增加商务部的很多的工作的负担 但最大的原因最困难 对中方的挑战是越来越无法逃避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当然受影响的 第一个直接的是美国的消费者 不过我在这里问了一些在华府生活的很久的朋友 他们说没有感受到太明显的价格太高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一些美国的进口商 也会回过头来向中方的供应商压低他的价格 压低价格 那这个压低价格当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关税只是涨个10% 可能还比较没有问题 但如果增加到很多的话 受不了了 吃不消了 那就变成什么 要嘛就是 那我就没办法再找你当供应商了 或者说这个供应商 他就把工厂迁离开中国到东南亚去 还继续跟美国做生意 这个还是不分台企路企都可能这样做的 好第五个 第五个是中国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是市场经济国 所以谈判过程中常常会举台湾为例 那么希望他们至少可以得到像台湾一样的待遇 好这几点是我在跟美国商务部的朋友请教有关 中美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现象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调聊 这一次美东智库型的一些这个心得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我们前一段讲到说 我这次到美国华府 那么跟美国商务部的朋友聊到说 他们跟这次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 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一些内幕的情况 好我们接着再讲说 那这个协议很明显 它对美国是比较有利的 我节目上之前也提到说 有大陆的这个学者讲到说 这是不是一份新的叫做庚子赔款 因为今天刚好是庚子年 那每逢庚子年 大家都说 每逢庚子年都出很多事 上一个庚子年是1960年 每60年一次 那么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发生大饥荒 那再一个60年就是1900年 那是八国联军 然后再一个这个60年 庚子年就是鸦片战争 所以的确碰到庚子年 大家就很敏感 那么这样的中美贸易的协议 很明显是这个中方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 那为什么中国为什么还是愿意签 好我问了这个几个智库的华府智库的 这些研究中美关系的权威的学者 那他们说他们认为是这样子 主要的是因为选择性有多少的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 那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两个贸易战打了这个一年不到 中国经济已经很明显受到了影响 那现在有的协议至少对中国经济 可以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能够暂时的消除掉 那当然中方也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贸易战不会因为第一阶段的协议 签了就结束 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 但是呢 你与其次讲到说 签了有什么好处 要反问 如果不签的话会怎么样 他说不签了 就表示两国的关系 那么就真的是要断裂了 要断裂了 而断裂的话呢 最坏的状况就是 最后要兵戎相见 也就是说可能会打仗 那问题是中方有没有准备好 跟美国全面的冲突呢 答案是没有 因为没有准备好 所以必须要防止 那种可能的状况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签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说 协议签了以后代表什么呢 他说至少代表 中美关系就不至于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脱钩 我们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这几年有关中美关系的发展 有两派意见 一种叫脱钩论 那么脱钩就是 意思是说回到这个冷战时代 那么这个政治经济 方方面面的都不再发生 这么密切的一个连结 因为过去 大家认为说 中美关系之所以好不到哪里去 坏不到哪里去 是因为两边的利益交错了 太密切了 不可能脱钩 但现在有一种说法叫 要把它脱钩掉 在美国这样的论述 已经有显长一段时间 不过呢 从这一次第一阶段的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签了以后 现在大家认为说 那两国至少在一段时间 它是不会发生脱钩的一个现象 但是摩擦恐怕还是很多 那尤其科技战还在持续的 那最近哈佛大学 有一个化学跟生物学系的系主任 这个Charles Lieber 李博 那么他被联邦大局给抓了 这是个美国人 这还不是怀疑的 那他为什么 因为他涉嫌协助武汉 又讲到武汉了 武汉理工大学建立一个实验室 而且在武汉从事研究 他也成为中国的 千人计划当中的一个对象 那因为这样 他收受的中方超过150万美元的报酬 那被捕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 两边的科技战 应该说都还在持续 那当然了 那第二 我就问他们说 那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 还会继续谈吗 他说当然还是要谈 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 可能会造成影响 本来川普 是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 会走到中国访问 那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大概不会去的 那现在 第二阶段的这个贸谈 今年会怎么进行 就只能再继续来看 好 那么这是贸易谈判的部 那再来 跟他们提交 美国大选 因为今年11月是美国 美国总统大选 那我当然就直接的问 你们认不认为 川普会连任 会成功 还是会失败 在我询问的 他们几位 这两大智库的几位专家当中 认为川普会连任 失败的 居然比认为 他会连任成功的 要多 那么 为什么 他们有什么理由呢 好 我们先讲 认为他会连任成功的 其中有一位专家 在跟我讲说 他认为他会连任成功 他主要是基于 两个理由 他说 第一个 因为过去的历史 那么 现任总统 在寻求连任 大部分 绝大部分 都能够顺利成功 那 这是从历史的一个 经验的一个归纳 第二个 他认为是 民主党的对手 不强 而且民主党的整合 目前看起来 还在 还看不到整合完成 这是一个 一派一剑 但是呢 认为川普啊 很可能会连任失败 也就是说 连任成功的几率 是少于百分之五十的 那他们所讲的理由 刚好相反 他认为说 这个 民主党不是说 他对 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人选不强 所以民主党还在 现在还在初选 人选还没出来 等到初选结束了以后 那么 整个党就会团结的 对付川普 而且呢 至于说 国会的弹劾 国会的弹劾 大概他们都认为 大概参议院是过不了了 不过呢 也有一派也认为说 他是会对川普的选情 造成重大的伤害 那甚至有一位学者告诉我说 他说这个川普违法的事实拒在 他说坦白讲 如果像这样一个 争议那么高的总统 都还能够连任成功 他某个角度来讲 他代表的是美国的体制 出了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评论 就比较有一种是一个 叫做价值判断的问题 好 那但是呢 还有一位 那么专家 他也认为说 川普未必能赢 那他讲的原因 他当然说 民主党人选当然很重要 他说如果民主党 最后提名的是联邦参议员 Sanders Bernie Sanders 就是那一位 非常左的那一位老先生 或者是Elizabeth Warren 华伦的话 他认为 如果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位 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川普赢的机会就比较大 因为他说这两个人立场太左了 川普可以很轻易的 用这种 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就把他们打败了 但是他说 如果是副总统拜登 Joe Biden 来代表民主党 而且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 川普这个民主党就会赢 那么第二个他认为说 2016年的那一次的选举 川普在威斯康西 密西根跟宾州 这一些摇摆州获胜 是赢得大选的一个关键 而当时呢 当时民主党 因为初选搞得很凶 所以最后大选的时候的整合 是做得不好的 才让川普有可乘之机 现在民主党已经继取教训 现在这几个州 之前举行的州议会跟州长 民主党都有斩获 那表示说情势正在发生变化 那我也问 比如说我问了普瑞泽 那他对于前纽约市长彭博 那么他的参选的可能性怎么样 他说他认为 他放弃爱州 就是爱欧瓦这些初选 职工三月的超级星期二 那他是这样讲用一个比喻 他说如果拜登突然间心脏病发 彭博有机会取而代之 并且打败川普 那是前提是 拜登要先心脏病发 不过这也不是开玩笑 因为拜登的确 身体的状况是有个警讯 那之前在竞选过程当中 拜登自己都讲 说他的副手要挑一位 万一有事的时候 可以立刻接手的 这美国人谈这种问题 倒也不避讳 就直接很直接的讲 好我们讲完美国总统 那当然也要关心到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这个继承的问题 有一位美国专家说 他见过习近平九次 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而且他笃定的认为 习近平在2022之后 一定会寻求他第三个五年任期 他的观察是这样子 他说现在的七常委当中 有的是有过地方大元的历练 但是没有国际事务 比如说他们当过两个地方以上的书记 但是他没有国际事务的经验 那有的呢 有国际事务经验 但是没有地方的历练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讲说 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准备好的接班人出来 这让习近平继续担任的必要性 或者这个障碍了 相对来讲都比较小 而且他说 他们也观察到说 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以反贪腐跟服务品 全面小纲委施政重点 基本上官僚体系学者都在骂他 但基层民众 其实是很支持习近平的 当然这也跟他上任之后 对媒体 对意识形态的管控 这个也有关系 那么有一位 这个学者说 他是最早批评习近平的人 他认为习搞修宪 让任其可以无限制的 这个是个大错特错 那么另外呢 习控制媒体 搞个人崇拜 这些都值得批评 但是他说不必因此就否定他 因为习近平上任之后 强力反贪腐 推动军队改革 还有一带一路 这对中国来讲都是做对的事情 尤其扶贫很受欢迎 现在反对他的主要是官僚体系 特别是一些红二代 因为习近平把权贵资本体系分割掉了 那我问他说 习近平修宪是否成为西方反华的一个原因 那么他们说 有一位说 他说这个有相关性 但不是直接关系 因为美国国防部跟美国国务院 他们所提出来的 以中国作为一个战备战略的对手 这是在2017年的12月跟2018年的1月分别提出来的 那么当时根本中国还没有修宪 不过他也承认了修宪确实给予西方反华的口实 而且更严重的是 这个这样一来就破坏了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资产 这讲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人两任十年 没有例外 那现在经过这个修宪之后 那么会让中国未来接班问题就变得很不确定 这付出的代价很大很大 那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到2022的这个20大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可能还是要面对的 到时候他会怎么处理 我们来拭目以待 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刚刚讲到说 跟这些美国东岸华府的这个权威智库的专家 我们谈的美中的贸易谈判的问题 谈的习近平 未来中共的这个2022的这个20大 但是当然我还是要跟他们谈到 台湾刚刚结束了这个大选 因为这个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 这是影响两岸关系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因为他们几位 包括普瑞泽 包括Evan 包括李成 他们对台湾也算你相当的了解 我就问到说 这个选举的结果 蔡英文大胜 他们有没有感到意外 这个卡内基的这个Evan 跟我讲说 坦白讲他是有蛮意外的 因为这个一年前 一年前他去去年的四月的时候 他去台湾 那么他还跟蔡英文见过面 那当时的感觉 就去年的四月 他还以为他可能连党内初选都过不了 都过不了 那所以没有想到最后还大胜 那我跟他讲说 都可能是香港的原因 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我也跟他举了这个姓名两岸协会 在选后做的调查 有27左右的人 因为香港反送中而改变了他们的支持的对象 这个Evan Feigenbaum 就是卡内基的这位副总裁 他说香港因素可能也影响 但也许也是因为蔡英文的对手 争议性太大的关系 因为他是有从这个观点 他也认为说 川普一定会连任成功 因为民主党的对手 是有问题的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普瑞泽就有另外的一些观察 那他讲到说 他说一年前 他讲就是比如说去年的一二月的时候 如果你问他蔡英文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政治处境 他当时那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蔡英文的政治处境还不如林郑月娥 但是你没有想到 结果香港六月就发生反送中 而且从一月份习近平的习五点讲了之后 台湾的这种有关国家主权意识的 这样的保护的意识迅速的抬头 然后林郑月娥跟蔡英文两个人的政治处境 就立刻交叉了 从如果他叫普瑞泽的讲法 去年初你来问他 他会觉得林郑月娥做他的政治处境 还比蔡英文还稳 结果没想到刚好全部倒过来 那不过当然了 他说局势的变化虽然难以益 但也并不是毫无轨迹可循 当然一个当然大家都讲了 根据历史经验 在任者寻求连任成功 这是常态 美国也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2018年九和一选举 民进党虽然大败 但是民政党的调整得很快 党内整合也比国民党做得好了 他也特别跟我举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 当时杜威跟杜鲁门那一场的对垒 当时所有人都看好杜威会当选 结果后来杜鲁门是成功的连任 而且从那一次连任之后 民主党在白宫执政长达20年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那至于说反送中在这次台湾选举的意义 这个普瑞德倒是很深刻的一个观察 他认为说台湾的选民 应该说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他们反对什么 叫做what was they against the two 那至于是否知道他们要什么 what is they favor two 就是说台湾选民知道说我不要什么 但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这一点他认为还是不清楚的 那另外他也说 这个正民主国家的选举 政党轮替是常态的 包括2000年那一次国民党第一次成为在野党 台湾第一次政党轮陷的轮替的时候 他当时就曾经讲说国民党不会就此结束 会有机会重新执政 现在他还是这样看 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并不会真的一蹶不振 他说因为国民党还有15个县市在执政 所以他认为2024谁能胜选还很难讲 好那接着就谈到选后的两岸关系 那么几位专家的看法 他们都认为说中国对选举结果肯定会很失望 不过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改变对台政策 因为他们也可以讲说是因为国民党犯错 包括提错的人选等等 然后就可以等2024再赢回来 那不过也因为中国不可能改变 而台湾又有一个总统刚得到这么高的民意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认为两岸关系在未来是很难改善了 也因为两边没有政治的互信基础 普任者提到说2016年蔡英文曾经释出善意 他在就职演说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关系条例来推动两岸关系 但是中共要求必须打完另外一半的事件 也就是说要蔡英文讲清楚两岸关系的核心意涵 那他最不容易的说你可以讲中共是错过了 北京错过了那一次的机会 不过他认为说即使如此 中共不会改变他的对台政策 那么刚讲到蔡英文刚刚大胜也不可能退让 所以他认为未来四年他可以断言不可能有蔡熙会 这样这一回事 好那有另外这个Evan Evan这个卡内基的Evan 他有更另外一个看法 他认为说中国对台湾跟对香港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他不会把台港的民意支持看得那么重要 你说香港去年有区委会的选举 台湾有这个总统跟立法委的选举 而且都是反中共的这一边的大胜 那他说他用一句话 他说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北京他又不是民选的体制 所以呢中国不会把台港两地的民意支持度看得那么重要 他会用他原来的那一套方式来推动来进行的 他不会去理会的 那么到底选后未来的两岸跟台湾跟这两岸关系会怎么样子呢 这个李诚认为说台湾问题毫无疑问 还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 中共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而现在的确有增加了一个风险 就是说因为美国在基于对中国的一个包围 现在是步步进逼 那么一段一段的把台湾正式要成为一个准国家的一个状态 他说这会增加台湾武力冲突的风险 他说战争并不会立即发生 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那我问到他说那习近平2022年要寻求二十大的第三任的这个任期 他需不需要在台湾问题上对内有所交代 那李诚认为说不需要 台湾问题 他中共第一个 中共对台湾的政策不是谁主张 他是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 那习近平要连任的问题 这不需要在台湾问题上特别交代 习近本身也是对台湾跟香港相当了解的人 所以这个不用去期望说他会有一个用台湾来制造危机来处理他巩固内部 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的 好当然因为中共一直没有放弃武力 我们当然不可不免要聊到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普瑞者认为说未来四年两岸不会有战争 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蔡英文已经越来越成熟 他不像李登威 陈水扁走冒进的路线 他是跟马英九一样都知道不可以挑衅中共 而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共也知道 没有办法冒险打台海的战争 因为解放军上次打仗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的逞越战争 当时是用陆军的 而且还打得很凄惨 可以说吃败仗 你现在如果要在台海这边发动战争的话 这是需要海空军的 万一战争失利的话 那势必要动摇中共的政权 不过他也普瑞者也提到说 不管怎么说 虽然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就像蔡总统说的 台湾要做好防卫 做好准备 万一至少要能够顶得住 如果万一发生战争的话 你要能够顶得住几个礼拜 因为你不能可能期望说 第二天就有国际的援军过来 所以他说台湾需要的不只是潜艇 坦克要发展全国全面的国防 那么这里面包括要不要重新调整 这个兵役制度 这都是台湾现在内部 也很多人在讨论的 好最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川普到底可不可靠 到底万一 这个中共对台动武 美国会不会出兵驻台 那么普瑞者说 他知道有一些台湾人 有这样的期待 他说你先来问我 他说他的答案 人说不知道 因为他说可能需要几个前提 包括说比如说台湾并没有任何的挑衅的行为 中共却出兵 这会增加了美国来介入来挺台湾的一个正当性 还有第二个他认为说美国 必须要有一位正常的总统在领导 他说我跟他讲说 现在很多人说台美关系是史上最佳 他说这个只是表面的 他说不要以为川普是因为台湾的民主就支持台湾 他说不是的 川普对台湾在他的美国优先之下 那么川普对台湾在乎的是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那么如果他举个例子说 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那么国防部跟总统提议说要出兵去保护台湾的时候 川普一定会问说为什么你要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值得我们为台湾来花这个钱 来让这些美国的子弟兵来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他说与其说是台湾的民主 其实更应该讲的是 这个川普更在乎的是贸易的公平的问题 所以他的结论是 他说台湾拒绝美猪美牛进口这是错误的 蓝绿政府都曾经承诺会处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进展 那么这也让美国的贸易代表 是USTR很难来推动美台签署FTA 好这个以上是我在这几天在美国华府 跟几个美国的智库的重要的专家 那么针对我们节目上过去常谈的 这个包括中美贸易的问题 包括美台关系两岸关系 那么跟他们请教他们的看法 跟你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这个分享 那谢谢你的收听 那明天啊 明天我要飞到西安 去Stanford大学的护华研究所 来看他的蒋经国日记 来跟你做第一手的一个这个分享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进到这里 谢谢收听POP撰讯 我们明天见